挖泥丘我一三大绝招 你看这边就发现一个泥丘洞 我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 像这种可以顺腾摸瓜 这边还有一个 我摸到有点了 这个洞这么大 那泥丘也估计也不小 一条大王 诶 苏人 这里好像有一个泥丘洞 这应该是个土口子洞 诶 我去看了土口子 哪里 土口子哪里买得这么好 你看你看 但是也是个土口子弄 这个地方估计有大货 水这么深 有根理去里也抓不到 这就需要用到第二招 排山导航 八岩的马嫖就派到用场了 差不多了 可以测试挖了 第一 什么 防晒 要吗 这么大条的 吃了吧 还有一条防晒 现在终于挖了大条的防晒了 你看看 小林雄我还不想要的 来 这是大条 还想跑 往哪跑 你再动 你再动 看到吗 看到吗 来 来 你去挖 你去挖 哎哟 来 来 你看 滑一下就出来了 两条 全躲在这一块 小收获 排山倒海的气势都出来了 才这么点泥球 我还有最厉害的一招 去上面那块田蛙 听表弟说那块田很多泥球的 哦对啦 上次姑妈跟我说让我们给表弟介绍个对象 你有合适的没有 现在哪里还要介绍 你让他试试下月见面 这么好那我赶紧告诉他去 第三招也是最厉害的一招 必须要骨骼筋起天生省力才能发挥作用 这一招我们称他为翻天覆地啊 那明年这个离开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一顿操作猛如虎 你看收获2.5 现在能挖的这么多泥球已经不错了 泥球不够 毛豆来臭 毛豆已经熟了 嗯 今天就做一道泥球炒毛豆 第一步先把毛豆炒熟 毛豆炒熟先捞出来 煎至两面金黄 加入辣椒大蒜 放一丢丢盐 加入毛豆加水 盖上锅盖给它焖10分钟 出锅了 开吃 哇 非常的鲜美 再来尝一下我们这边的黄扇 黄扇还是第一次看你煮着吃啊 其实黄扇的云烟价值比泥球还高 哇 这毛豆配泥球 这味道绝了 有来挖泥球三大绝招 实现泥球自由 你们学会了吗 嗯 嗯